根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宣传办公室的消息 第二届天宫画展21号在中国空间站正式开展 深州15号乘组的三名航天员 还为全国人民送上了亲笔书写的春联 给全国人民扮演 在除夕万家团圆之际 远在太空出差的深州15号航天员乘组 从中国空间站给全中国青少年 送来一份特别的新年礼物 欢迎来到中国空间站 我们是深州15号圆梦乘组 去年11月29日 在中国梦提出十少年字迹 我们三人圆梦成功 也把很多小朋友的梦想带上了天工 今天第二届天宫画展正式在中国空间站开展 这也是我们送给大家的新年礼物 本届画展以画美丽中国画美好生活为主题 分为强国印记 华夏神韵 圆梦真诚 幸福味道四个板块 来自全国17个省市区和香港澳门的40幅青少年绘画作品亮相天工 孩子们在参展作品中用画笔描绘出心中的中国梦航天梦 生动反映各族人民奋进新真诚的磅礴力量和对美好生活的政治向往 同一天神舟15号成组的三位航天员在飞船内为全国人民献上了太空春联 上连是由航天员张璐书写的《建强国激流勇静》 下连是由航天员邓清明书写的《驻天公奋级扬帆》 横批是由航天员费俊龙书写的《盛世中华》 此刻从闲窗外看到了祖国的万家灯火 这是一份喜悦祥和 是一份稳稳的幸福 转入长期运营的中国空间站 今年春节有我们三个爷们职守 穿新衣 吃饺子 送祝福 这些年熟年味可一样也不少 相信此刻有很多人正跟我们一样 接着走在各自岗位 这也是一种幸福 新时代 新增长 有你 有我 也有他 有我们每一个人的梦想和奋斗 心血和汗水 得必将会成建设社会主义 现在化强国的恒博力量 至此2023年新春佳节到来之际 我们在距离地球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 祝福我们的国家国泰民安 祝福全国人民新春快乐 新年快乐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